胖虎是一个邪恶的宇宙大魔王 他带着手下小夫蛇妖毁灭了幸福的国度 还抓住了国家最美的女孩镜香公主 关键时刻 大雄超人挺身而出 在恶魔的手中救出美丽的镜香公主 还赢得了镜香的芳心 只可惜这美好的画面只存在于大雄超人的幻想世界 大雄于是决定跟朋友们一起合拍一部英雄电影 那样自己就能在电影里出演超级英雄了 可大雄去找胖虎小夫镜香 发现他们都不在家 听说是去后山了 大雄怀疑朋友们是不是背着他拉裙了 大雄来到后山 果然发现了忙碌的朋友们 原来他们已经在拍摄科幻电影了 大雄怒气冲冲地告诉导演小夫 自己也要参加 小夫想了一回 决定让大雄演怪兽 结果他刚出场就被胖虎给打飞了 大雄只能哭着去找哆啦A梦求救 哆啦A梦听说小夫他们在拍摄 迎合自卫队 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了 原来他也是那部电视剧的影迷 于是他带着大雄回到了小夫电影拍摄地 大雄担心小夫他们不会带自己玩 哆啦A梦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带字禁组 哆啦A梦拿出了等级提升灯 将镜香的衣服升级成英雄战袍 镜香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起几十米高 还能面不改色地搬起巨石 哆啦A梦又拿出一个电影指导机器人小汉堡 只要跟小汉堡说出想要拍摄的电影名字 他就会帮助大家把电影拍好了 甚至摄影设备都是自带的 小夫想实验一下 就说要拍摄大雄恐龙VS泡虫 小汉堡得到指令就开始工作 大家周围的场景瞬间就变成了神秘的外太空 大雄和胖虎莫名其妙地穿上道具服装 开始了沉浸式表演 看到了哆啦A梦有这么先进的道具 大家都同意让他和大雄加入电影 作为投资方爸爸 哆啦A梦自然提出要求要让他和大雄来演主角英雄 哆啦A梦还想演自卫队队长 胖虎急了他才是队长的第一人选 小夫劝胖虎 不要跟资方爸爸对着干 要是人家收回投资咱电影就没着落了 于是几个孩子开始热火朝天地拍摄 银河自卫队大战外星人的电影 殊不知就在不远处 一个真正的外星人正在修飞船 不久前这个外星人驾驶着飞船坠落到了大雄家的后山 可是飞船破损严重 外星人一时之间也走不了 孩子们的电影正在如火如荼的拍摄中 作为银河自卫队的队员 孩子们每个人都穿上了英雄战袍 他们就拥有了自己的特殊技能 胖虎力气大 他的特殊技能是香扑 小夫擅长做模型 他的特殊技能是机械手 静香喜欢洗澡 他的特殊技能就是水枪 大怪兽被三人打得落花流水 大雄也很好奇自己会有什么特殊技能呢 他使出特殊技能 然后手上就多出来两根线 原来大雄擅长翻花绳 难道在战场上翻花绳笑死大怪兽吗 最后轮到队长多拉里梦上阵了 大怪兽倒地不起 自卫队战胜大怪兽 电影圆满结束 大家都在感谢导演小汉堡 他安排的剧情太精彩了 躲在一边洞穴里的外星人 被洞外热闹的声音给吸引出来了 他一看银河自卫队的人居然如此厉害 立刻扑过来 跪下抓着多拉里梦的手 恳求他们去拯救破库鲁星球 大家还以为这也是小汉堡安排的电影剧情 自然十分乐意配合外星人演出 多拉里梦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帮忙 外星人十分兴奋地将众人引上飞船 向着外太空飞去 飞船很快冲出地球大气层 为了保险起见多拉里梦给大家吃了太空胶囊 这样大家就能从容面对太空中的各种问题了 这时候外星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 他是破库鲁星球的居民 名叫亚龙 他们破库鲁星球本来是一个和平美好的星球 不久前一伙自称太空合伙人的商人乘坐飞船来到破库鲁星球 说要帮他们建设破库鲁乐园 这本是帮助破库鲁星球发展的好事情 乐园很快成功建立起来 可是破库鲁星球上的各种植物开始成梯成梯地死亡 亚龙觉得这些都跟破库鲁乐园的建设脱不了关系 他开始调查太空合伙人的身份 结果发现他们竟然是臭名昭著的宇宙海盗小绿 小蓝和小黄假扮的 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大首领名叫伊卡洛斯 凡是被他们看中的星球 到最后一定会被逼得走向毁灭的道路 不过虽然亚龙意识到了这个危机 却不知道宇宙海盗到底在图谋破库鲁星球的什么 而且破库鲁星球的其他人也不相信亚龙 还以为太空合伙人是好人 所以亚龙只能独自潜入太空合伙人的总部去调查 结果被警卫发现 亚龙只好乘坐飞船逃走 飞船被警卫打中 亚龙稀里糊涂地流落到地球上 听了如此跌宕起伏的剧情设计 大家更加佩服小汉堡的导演能力 大家卖力表演 表示一定会消灭宇宙海盗 解救破库鲁星球 很快亚龙的飞船在破库鲁星球降落 大家走下飞船 此时正是破库鲁星的晚上 四周黑洞洞的 只能看清楚远处一座璀璨高塔 那是太空合伙人的基地 小夫找到一个控制室 打开电力开关 所有灯光都亮起 大家才发现这里竟然是破库鲁乐园 享受空无一人的游乐场 应该是每个孩子的梦 于是大雄等人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开始在游乐园里尽情玩乐 这样高调的行动 果然引来了太空合伙人的警卫队 警卫队持枪冲着多拉安梦等人一同扫射 可是多拉安梦等人一直以为是拍电影 在电影中任何伤害其实都是假的 跳起来对警卫队反击 这时候多拉安梦才觉得不对劲 他去找小汉堡质问 结果小汉堡吓得缩回四次元口袋了 原来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孩子们立刻犹豫要不要留在这里冒险 可是想想亚龙眼前的困境 他们不忍心放任不管 虽然电影是假的 但他们身上的英雄战袍是真的 孩子们决定跟宇宙海盗奋战到底了 有了觉悟的孩子们斗志更强 大家运用自己的特殊技能 将警卫们打得狼狈不堪 就连大雄都出战了 大家虽然打败了部分警卫队 可是想打败太空合伙人还是任重道远 为了隐藏自己 多拉安梦拿出了秘密基地树 种出了一个秘密基地 带着大家进去休息 可是在这个深夜里有人睡不着了 宇宙海盗头目伊卡洛斯得知亚龙带来的救兵十分生气 他让手下小绿 小兰和小黄务必要将多拉安梦等人干掉 此时的伊卡洛斯只是一个孱弱的蛋 他的身体早就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损坏了 第二天一早 大家精神饱满地开始分析太空合伙人来到破库鲁星球的目的 亚龙之前潜入他们基地的时候 只是隐隐听说好像在破库鲁乐园开幕的那天 他们要有什么行动 于是多拉安梦让大家分头前往破库鲁星的各个区域 调查太空合伙人们的真正目的 银河自卫队的成员们纷纷穿上了英雄战袍 披上隐身斗篷 戴上竹蜻蜓 熊啾啾气昂昂地出发了 只是大雄出场的时候把裤子弄掉了 实在太给自卫队丢人 多拉安梦索性让小汉堡导演开启快退功能 将时间倒退到大雄出场的时候 再重来一次 结果更丢人 大雄这次连内裤都一起脱了 大雄和亚龙来到议会所 看到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 一脸喜气洋洋地在为明天破库鲁乐园的开幕 做着最后的准备 亚龙脱掉隐身斗篷 走过去与大家解释太空合伙人其实就是宇宙海盗 他们来到这个星球是不怀好意的 可没有人相信亚龙说的话 这时候一个海盗警卫走了过去 大雄集中生智 隐身跑过去 扛起警卫丢进了下水道 可是大雄狡猾也跟着掉进下水道里 大雄的花绳恰好拴在了下水道入口旁边的树上 大雄顺着下水道一路往下掉 掉落过程中 隐身斗篷 英雄战袍全都掉了 最后他掉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这里有很多管道 似乎正在输送某种能量 这时候亚龙顺着大雄留下的花绳找了过来 在这里他们听到两个海盗说 这些管道是在不断吸收破库鲁星球的能量 为何吸收能量他们也不知道 只是知道一旦能量吸收光了 破库鲁星球就会走向毁灭 大雄吓得喊了出来 被海盗们发现 小兰寻声赶到 将手无腹机之力的大雄和亚龙抓住了 靖香和哆啦音梦来到温泉区调查 这里的温泉温度好像突然降低了许多 不知道跟海盗的阴谋有没有关系 而胖虎和小夫负责调查游乐区 他们根本没在调查 而是肆无忌惮地玩游乐场的游乐设施 结果被小黄发现了行踪 两人的隐身斗篷也掉了 无法再隐藏身份 只能跟小黄硬碰硬打一场了 不过两人根本不是小黄的对手 最后小夫和胖虎被海盗抓走 现在只有哆啦音梦和靖香还是安全的 他们调查发现破库鲁星球的地热正在快速降低 这肯定与海盗们的阴谋有关 静香在水里捞到了大雄的英雄战袍徽章 哆啦音梦立刻意识到大雄出事了 他利用小汉堡的跟拍摄像机 看到了大雄和胖虎等人 此刻就被关在海盗基地的地下 于是他拿出岩鼠手套开始挖地道 此时小绿正在蹲亚龙炫耀 明天这个星球就会彻底毁灭了 话因为落地面开始颤动起来 紧接着一股神秘力量出现了 海盗们被打得站不起来 这就是哆啦音梦神奇的空气炮 隐身斗篷的最佳伴侣 小绿赶紧戴上特殊眼镜 果然就看到了哆啦音梦的身影 在地上的几个地洞里来回乱窜 于是他就跟哆啦音梦玩起了打地鼠 只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时候静香的水枪射向小绿 哆啦音梦趁机救出大雄等人 他将大雄的英雄战袍还给他 大家终于可以一起战斗了 可这时候静香又被小绿抓住了 小汉堡气坏了 他释放出了巨大的怪兽影像 把小绿吓了一大跳 一不留神就放了静香 大家趁此机会从地道逃走了 伊卡洛斯知道哆啦音梦等人逃走了十分气愤 他让手下必须保证明天计划正常实施 在破库鲁星球的不远处 有一颗闪耀的钻石星球 在星球地河处有一颗 含有宇宙最高品质碳素的石墨 伊卡洛斯就是想吸收这颗石墨 才能恢复他的身体 所以他打算用破库鲁星球的能量引爆炸弹 炸毁钻石星拿到石墨 至于破库鲁星球会不会枯竭他从来不考虑 第二天破库鲁星人已经准备好了乐园的开幕圣点 可是之前太空和火人说 这天会有很多其他星球的人来参观 眼看庆典时间都到了 偌大的会客区还是空无一人 一个外星客人都没来 白胡子一员不由地开始担心起来 小绿一直留在人们面前安抚人心 与此同时银河自卫队也出动了 他们的目标就是海盗基地的地下室 打算直接摧毁那吸收能量的装置 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伊卡洛斯的监视中 伊卡洛斯派小黄和小兰去对付银河自卫队 小兰一出手就抓了亚龙 大熊扑过去抱住小兰的腰部撒手 胖虎一脚将小黄踹飞 追着小黄而去 静香趁着小兰被大熊缠住不能动 一招水枪射中小兰 救下了亚龙 而大熊撤下了小兰的腰带 那腰带竟然自动缠在大熊的腰上 将大熊传送走了 哆啦A梦带着小夫和亚龙去摧毁能量装置 而静香留下与小兰对战 小兰被温泉融化成了水宝宝 再也不能作恶了 另一边的胖虎追上小黄 他使出了妈妈交给他的家传绝技 小黄被打得爬不起来 胖虎现在终于意识到原来挨打多了也能成为全胜 大家都取得了胜利 只有大熊还是一样窝囊 他被传送到了海盗船上 正落在伊卡洛斯的面前 被伊卡洛斯一鞭子抽倒了 大熊不服输 从地上爬起来在伊卡洛斯面前挑衅 气得伊卡洛斯从蛋里爬了出来 他已经受不了了 再没有身体他会死 所以伊卡洛斯根本不管大熊 按下了炸弹引爆按钮 眼看炸弹还有30秒就要爆炸了 这时候小绿发现多拉安梦等人正在地下靠近 他开着挖掘飞船冲了出去 追着多拉安梦等人在地下四处跑 多拉安梦的那些道具这时候全都没用了 还好有小夫 小夫用机械手将多拉安梦的道具放一起做成了飞船 小夫的飞船与小绿等人的飞船先后飞到天空中 眼看小绿就要抓到小夫了 这时候竞相射出水枪 将小绿的飞船打得失控 小夫趁机操纵飞船穿透小绿的飞船 小绿终于被打败了 炸弹眼看就要爆炸了 大熊却还在那里翻花声 他好像除了这个技能啥都不会 大熊情急之下爆发了小羽 没想到伊卡洛斯就这样被消灭了 可是依然无法阻止炸弹爆炸 与此同时小夫也在小绿的背包里发现了秘密电脑 进入电脑后他们就得知了海盗们的阴谋 现在只有海盗船上的起爆装置才能阻止炸弹爆炸了 可是海盗船在哪呢 这时候大熊传送回来了 听说他当从海盗船上下来 大家立刻让他用腰带 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了海盗船上 可是无论如何大家都找不到引爆装置 那装置只有伊卡洛斯知道 此时他没有真的死去 而是变成了一个小章鱼的样子 还悄悄潜入引爆装置 此时炸弹已经完成充能 进入引爆倒计时 再倒计时还剩最后一秒之时 这下伊卡洛斯彻底完了 可炸弹已经引爆了 破库鲁星的资源正在迅速枯竭 哆啦A梦只能先用卡齐卡齐光线线将能量固定住 可是如何能让破库鲁星球恢复原貌呢 大熊突然想起小汉堡导演不是能倒退吗 于是小汉堡将其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哆啦A梦等人拯救了破库鲁星 大家也终于理解了亚龙一直说的话都是真的 破库鲁星重新恢复了和平安宁 这部电影源自一场假戏真作 或许让自己成为英雄电影的主角 是每个人年幼时都曾经幻想过的事情 而这部剧场版 将我们儿时的梦想搬上大屏幕 还替我们续写了变成英雄之后的故事 这或许就是很多人追了几十年哆啦A梦 现在依然会痴迷这个幼稚的童话的原因 即便我们知道22世纪 或许不会真的变成动画演的那般模样 我们或许不会有时光机 不会有各种奇特的道具 但我们依然愿意把自己送入哆啦A梦的世界 哆啦A梦是我们儿时的造梦机器 也守护了我们儿时的梦